主席 吴院长以及各部会的首长 各位同仁 各位媒体朋友 我们知道很多学生除了要面对贷款的问题 沉重的压力之外 那么出外读书求学的时候还要打工甚至于找房子 那么学校因为宿舍不足的问题 很多大学生必须在校外来借用民间经营的学生宿舍 但是昨天花莲县万丰乡东华大学附近的一座民间经营的学生宿舍 一场大火 造成东华大学一名学生死亡 两名种山 还有十位学生亲伤 这个问题凸显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出来 一场大火 我们才发现到校外的这一座所谓学生宿舍 它的这个学生宿舍套环居然是一个违章建筑物 而且这一座违建的宿舍只有一个逃生口 那么另外可以 这个可能可以逃生的窗户是一个强化玻璃 打破之外 外面还有刀片式的蛇笼 也就是说在一个美丽的房子外表 居然是一个逃生重重的障碍 等于变成了一个死亡的陷阱 造成这么大的人命伤重的事件 学校告诉我们说 他们早知道这个是车库 盖成的违章建筑的宿舍 但是为什么他可以列在学校里面的校外租认的这个租认王上面呢 学校为什么没有强制来处理这个问题 到底有没有疏失 那么另外 花莲县政府 对于这个看起来盖得很漂亮的学生宿舍 为什么让他可以合华 可以让他去承租给学生 有没有便宜行事 违法行事呢 我觉得 这个吴院长你应该责成 教育部 内政部 法务部 应该要紧述来做一个调查 同时也应该要 为我们在外地住宿的学生们 要能够建立一个安全的 合法的住宿的 这个民间经营的房子 我们不希望 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应该要请学校 在校外租认网上面 登录的这些宿舍 希望他们都是合法房租 我们不希望 有那么多可能会 而是